绿蛋瓶是男制性精神分裂症的靠精神病药间标准 尽管80%以上的患者绿蛋瓶每日剂量超过200毫克 但约75%的患者仍采用每日一次用药策略 研究发现每日一次紧要和分次紧要之间 阳性症状缓解率或变险诊状率无减助差异 对于接受靠胆解能药物的老年和男性患者 高剂量绿蛋瓶情况下 医生更愿意使用分次紧要策略 有人建议绿蛋瓶分次紧要方案 但临床时间是否应该遵循这一建议 目前尚不清楚 咱们根据两个大数据集 研究了绿蛋瓶不同给要方案下的紧要频率和患者特征 结果CAMH数据集 1.CAMH数据集 散入了676亿患者 绿蛋瓶平均计量加减FD为398 加减151毫克每币 换为25-1200毫克每币 计量200毫克每币和300毫克每币的患者 分别占88.6%和80.3% 大约16.6%的患者 在使用绿蛋瓶的同时 还使用了其他抗精神病药物 80个精神科医生释放了绿蛋瓶 其中30个37.5%为5例以上的患者处方过绿蛋瓶 15个18.8%为10例以上的患者处方过绿蛋瓶 2.75.1%的患者采取每日一次的挤药方式 在这部分患者中 98.8%是在睡前用药 在剂量200毫克每日和300毫克每日的患者中 分别有72.5%和71.3% 采取每日一次的挤药方式 3.每日一次挤药和分次挤药患者之间 编写症的比例无险助差距 老年患者 住院患者 高剂量绿蛋瓶用药患者 以及同时使用心经稳定剂抗电型药 抗达解能药物的患者 更倾向于绿蛋瓶每日多次挤药方式 4.年龄 绿蛋瓶剂量 抗达解能药物的使用 与绿蛋瓶分次挤药 具有写出相关性 VHH数据及 2.74.4%的患者 倾向于绿蛋瓶每日一次挤药 需前用药征96.9% 在剂量200毫克每日和300毫克每日的患者中 分别有71.2%和69.4% 采取每日一次的挤药方式 3.每日一次挤药和分次挤药之间 在阳性症状的缓解率 79.9% 方便无显著差异 进一步分析发现 相较于每日一次挤药组患者 分次挤药组的概念紊乱 与章项和作态分数写出更高 4.分次挤药组具有较多的男性患者 和绿蛋瓶高尽量患者 先使用其他抗精神病药 本二蛋卓类 抗胆点能药物的患者也较多 两指之间的点显准断率无显著差异 5.男性性别 绿蛋瓶剂量 靠达健能药物的使用 与绿蛋瓶分次挤药协助相关 静动不缓 晕压 天线 镇静的风险 两种方案的阳性症状患减律 并无显著差异 表明这两种基因方案 具有隔壁的疗效 参考文献 2016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